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1月30日 新疆飞虎惨败浙江猛失 周二晚上 CBA常规赛第32轮迎来一场焦点战 新疆飞虎是一拳队手感冰凉 全场三分球23投减2中 最终以65比87惨败浙江猛失 65分的全场得分 也是新疆飞虎队史CBA单场最低得分 首截开打 浙江猛失开局 慢热迟迟找不到感觉 两分半中一分未得 于德豪突破低手上进 卢土布拉泰山压顶入尊得手 蒙迪祖拿斯勾手放进 新疆飞虎开局一拨6比0确立优势 随后新疆飞虎进攻端效率下降 胡金丘蓝下强攻连取6分 拉肚立查内线与取于球连下5分 冯新突然爆发里突外头连砍9分 浙江猛失打出一波22比6 实现反超并确立两位数领先 节末 唐财欲与李京龙分别罚球拿分 冯新不讲理三分百步穿扬 首截战罢 浙江猛失29比14领先 次节开局 热服卡提江转身勾手率先拿分 李京龙虎顶三分应声入网 唐财欲借掩护突破 上篮得手加快攻加强杀 打成二加一连拿7分 孙明辉急停干拔为浙江猛失止血 此后场上对抗升级 球阵哨声频频 双方多次站上罚球线 新疆飞虎逐渐将分差迫近至各位数 随后冯新火力不减 在中大号三分 蒙迪祖拿斯内线强打连取四分 于德豪造犯规罚球拿分 冯新采线两分再重 半场战罢 浙江猛失42比32领先 一边再战 拉杜利查错位碾压打进 胡金秋翻身小抛头也有 麒麟走底线 飞身擦板放进 赵佳人篮下强起打成二加一 蒙迪祖拿斯半转身 勾手搁进 胡金秋内线强攻连连得手 在下五分 分差来到18分 紧接着 阿布都沙拉木三分终于开张 孙明辉大三步上篮得手 唐财欲突破转身抛头落袋 胡金秋内线继续砍分 冯新命中本场第四季三分 李金孝吃饼入尊中阶 拉杜利查内外 结合连拿四分 浙江猛失带住21分优势 进入末节争夺 末节决战 朱船与篮下转身勾手打进 胡金秋连续造杀伤 四罚权重 于德豪造犯规罚球 为新疆飞虎破荒 蒙迪祖拿丝补篮点进 李金孝一挑二强硬打进并造成犯规 胡金秋跨步上篮打进后 补篮造犯规两罚一中 阿布都沙拉木底角三分再重 赵佳仁偷拨快下空篮入尊 蒙迪祖拿丝勾手也有 决胜阶段 新疆飞虎手感一般未能掀起追分攻势 比赛早早失去悬念 最终浙江猛师轻松击败新疆飞虎 迎来四连胜 你正在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我是李亚希 请关注我们专业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精彩赛事 尽在M直播